举之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我不租的几种房客 这个话题呢 我在直播里头反复讲 我有一些视频也讲 但是我知道呢 对于新手小白呢 很多人感兴趣这个问题 然后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再做一期视频啊 去讲一下 我会考虑不租的 这些房客呢 我会稍微小心一点的 大概有这么几类啊 第一就是没钱的 我们买投资房 就是想有点被动收入 想有点现金流 那我们最怕的就是房子空着 这个你很担心是吧 第二的你就担心 住宅里的房客他不交租 所以呢 我希望我的房客呢 最好他的收入呢 是三倍的住金收入 最好呢 是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 有两份工作 这样一个人失业了 一个人万一生病了 还有另外一个工作能顶着 那最好他们的工作呢 是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是需求比较高的 有一点门槛的 好找工作的 这是第一啊 没钱的不租 第二呢 就是有驱逐记录呢 是坚决不租 我们做房东 最怕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房客不交租 然后你得驱逐 一直要走到最后一步 才能把他念出去 那有这种记录的人啊 一般人犯一次的话 很容易就犯第二次 所以有驱逐记录呢 是绝对不考虑的 那第三呢 就是急着住的 你那个房子 其实也不咋地儿 但是有的人就是 一来就拿着现金支票 拿着现金 没有任何的要求 跟你说的就是 多喜欢这种房子 你一听就觉得不太正常 因为你知道 你那个房子是什么情况 你看见这个人进来了 他想住这个房子 这是他将来的家呀 他进了这房子 他都不仔细里外上下去看 那个地毯上明明是长 墙上明明都是有个洞 他应该去问你的 他对你提要求的 他没有任何的要求 他不问出租房的任何情况 拿着现金就要租 一点要求都没有 急着租的 这种呢 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种不正常的 一定是有问题的 急着租的不租 那下一个呢 就是急着搬家的 他看你的房子 他也提了很多的问题 他也跟你在谈谈谈 当你问他什么时候 入住的时候 今天是9月4号 他会跟你说 要是可能的话 我9月5号就搬进来吧 我明天就搬进来吧 那这种呢 你也要很小心 因为这种搬家 总是一个大事嘛 这个人如果他自己 之前不是自己拥有房子 他是租房子 人家房东收租金 一定是收到月底的 没道理 他月中储具去租房子 随时想搬到你这个房子的 所以对这个搬家的日期 不选择黄到即日 随时什么时候 都想搬进来的 所以这个你要很小心 那下一个呢 就是你问他 现在住在哪 因为填住房申请的时候 要填他现在的住址 结果你看他填的住址 是现在住在酒店 或者是住在亲亲家 不是他的家 因为你问他 你这租金多少 你怎么没有写呀 他说我住在我妈家 我住在我哥家 因为这样就不交租金嘛 那这种住hotel 住亲亲家的 你也要很小心 因为一般的人都不愿意去麻烦别人的 一般的人都想 从这个家到那个家的 他不会想到hotel去住的 他为什么去住啊 因为他之前找不到房子 在市场上是没有出租房吗 你在这路上把你家地址一输 你会发现你家周边 永远都有十个出租房在住 他在找房子 他急着没地方住 结果有出租房 他为什么还要住到酒店 住到亲亲家呢 因为没人想住给他 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如果是住酒店或亲戚家的 你要小心 在下一个呢 我是碰到sex and a的房子 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成年子女也跟父母一起住的 一过来一问住多少人 住十口人 我有一个房子是五个卧室啊 十口人有可能 但是你就分不清 他住进来这家是什么关系 因为像那种老黑 很早就生小孩了 你光知道那个是妈 其他你都分不清 哪个是老公 哪个是儿子 哪个是女婿 你不知道 就一堆的成年子女 都跟着父母一起去住的 那这种呢 你也要很小心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只要有条件 那些能够资历的成年子女 一定会自己出去担过的 他为什么盯着他妈 呼着他妈 他不走呢 他自己独立不了 就这个小孩是不行的 他是不成才不争气的 那一堆不争气的小孩 围着他妈住在这样的房子 第一是造房子 那第二呢 他们交住也都会困难 他们能住他妈的房子 那就得叫他妈去付他的理发费 付他的保险 付他的其他的费用 他这个老妈要养着这一大家人的 万一谁有个什么闪失 受了一个什么事 他妈的钱就没有 没有钱去付你的租金了 下一个不租的呢 就是这个人的房租 之前的租金跟你差距过大的 过高或过低都不好 之前人家是租5000块钱的房子 你现在要1400人家就来了 他住过来会100个不喜欢 100个不情愿 会成天来跟你找事的 因为他住的不高兴 而且他之前住5000块钱 为什么现在要住1400呢 他经济上出问题了 他经济上出问题了 他有可能就交不起你房租啊 那过低的 他一辈子之前 你看过去的六年 你看他天的租房申请 都租800块钱 跟人合租的 结果现在突然租你这2500的房子 他可能是中了彩卷 可能他爸给了他一笔遗产 但是他这个收入会非常不稳定的 接下来你的租金过高 暂时可能几个月没问题 但是时间长了 他有可能会租不起 所以这种呢 你最好呢也避开 那下一个呢 就是频繁的搬家 频繁的换工作的 那这些也小心 因为他在别人住 频繁的换 他到你这也会频繁的换 你租房 你有个中介帮你去租房 你说那个中介可好了 我这个房子一放到市场上 马上两个月肯定能租出去 但是你就知道 这个房客一搬走 你一定要花一笔钱的 你的地毯要清 你的墙上要touch up 这个要花钱 帮你招租的中介 他要收你一个月的租金的 你一招租的时候 你空房的时候 你水电得打开 你要有一两个月的空房费 这个都是你的损失 所以你看他天的租房申请 在过去三年都住在哪 你看他频繁的搬家 频繁的换工作 这个你要小心 还有就是这个人 一来就叫你不舒服的 你就不到什么原因 就是不舒服的 或者你已经确认了 这个人就是 就是撒谎的 不诚实的人品有问题的 或者他自己不守时 不守信的 他看房迟到 又没有合理要求的 有说谎嫌疑的 你看他递给你的文件 是造假的 一般你做背景调查 你做房客筛选 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流程的 但是那个房客 特别的热情 他过来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信用报告 他把自己的收入证明 他把自己的背景调查 全带给你了 你就知道他这么的主动 他这么的熟悉这个流程啊 一定是有问题的 很可能他那个文件是造假的 那这些人呢 如果你不太确认的话 你还是按照常规去做一个筛选 信用筛选 背景调查去筛选 你就核实一下呢 他是不是这个文件 在提供假材料 如果你一确认 他这个人品有问题 他在提供虚假材料 你立刻躲到远远的 这些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人 下一个呢 就是要求特别多的 有一些人啊 有一些种族的人 要求特别多 特别的能说 英语还比你好 斤斤计较 能够讨价还价的 那你就可以想象 他万一住到你这个房子里 你将来做房东 你的日子会有多难熬啊 所以这样的人呢 你稍微呢 小心一点 在下一个呢 你去问一下你的保险公司 一般的保险公司 他会有个要求的 就是你这个房子里头 是一定不能做什么的 一定不能养某些 某些狗的 那些大型犬 像那个布道 如果这个房客有这样的狗 你就跟他说 你说你的保险不同意 他不能养 他坚持还要养的 那这种呢 你不能要 因为总是有个风险的问题嘛 再下一个就是 做生意的 有的人就会租你的房子 为什么 他要租你的房子 是看护老人的 看护残障人士的 或者是到你这个房子里 要做小生意的 可能开幼儿园的 那这些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 我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是你总是担心 HUA会出问题 你的邻居会出问题 或者他在你的房子里头呢 你这房子总归是住宅的中龄嘛 他是做商业或什么的 总归是一些麻烦 那这种呢 你能避开就避开 下一个呢 他来租房 他添工作单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这个房子在大南边 他的工作在大北边 来回一开车 没有一个小时到不了的 开车在三十分钟车程之内 这个是能接受的范围 如果他的工作在很远的地方 他还要喜欢你的房子 到你这来租房 一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知道 在他工作的那个地方 有无数的出租房 他在三十分钟车程之内不去选 他大老眼跑来选你这个房子 你再看你这个房子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是一个风水宝地 他要是没有给你一个 叫你很幸福的理由的话 那这种呢 你也要很小心 尽量不租啊 那下一个就是何租 不管是什么关系 那些合住的人过来一定是跟你说 我跟我姐姐合住 我跟我哥哥合住 因为这些老美 他们结婚之后 他们的性都会变 所以你也分不清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姐俩 真的是兄妹两个 因为结婚的那个妹妹 可能性会变 你分不清 但是这种 只要是两家人想一起住的 你就知道是要合住 只要是合住 你就知道他们是差钱的 那这种呢 如果是差钱呢 你尽量不租 因为你怕他没钱交房租嘛 还有这种合住的 他可能就不维系维护房子 那突然有一家有问题 要搬走的时候 另外一个立刻就付不起房租了 所以这个你也要很小心 在下一个呢 就不租给一些特定的人群 就是你自己 你一看这个人 你在扭头看看你那个房子 你觉得气质就不服的 这个人跟你这个房子周边 就是不匹配的 或者这个人就是比你还狡猾 比你还执法 你知道他收入不稳定的 那这些人呢 这些特定的人群呢 你就不考虑 最后一个就是没有信用 或者是信用非常低 那你去看他的信用报告 如果这个信用非常低 是两年之前的 他的不良行为 不当行为被越造成的 最近两年付费都很正常 相对都很正常的 那这个呢 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信用低 不是最近的事情造成的 是两年前的事情造成的 那这个呢 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啊 你作为房东 你要找房客 你在把钥匙给房客之前 在入住之前 你知道你就像王的 控制权在你这 主动权在你这 房客会没事问一下 给不给我呀 我能不能搬进去啊 这主动权在你这 但是等到你把钥匙给他 他搬进去之后呢 主动权就在房客那了 你作为房东的幸福 就由你的房客决定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 你的房客都会是好房客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 严格的筛选 按照流程来的 你的房客会是好房客 但是如果你筛选不好 百分之一的情况 你这个房客会毁了你的幸福的 你这样严格一要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会屏蔽掉一些人 有一些房客 可能潜在的好房客呢 可能就漏掉了 你就失去这些好房客了 但是呢 相对 你失去这些机会呢 你要在招租这块多下功夫 比方说你的房子要收拾的非常好 干净整洁 你各种招租的途径都用上 要广而告知 门口插牌啊 Facebook啊 Craigslist啊 户国的网站上啊 你能想到的 你都用上广而告知 然后整个看房的流程呢 你要有一个很便利的 很方便的看房的流程 比方说你的房子上就放一个密码索 房客可以随时进去 你在上面也按个摄像头啊 谁进去你都能知道 如果那个密码索就像短住房一样 随时可以变的 这个人他如果喜欢这个房子 你叫他提交必要的资料 叫他提交申请表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情况还可以 你考虑租给他 你直接就把密码给他 他随时可以过去看 如果他喜欢这个房子 他交租房申请的时候 他不用跟你约见面 直接在网上一个系统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叫整个对于房客来说 有一个很友好的看房 租房的这个流程的话 那这个对你来说 你找到好房客的概率就大的 你叫更多的房客 想租房的人看到你这个房子 你叫任何来看你这个房子的人 一看就喜欢上 你叫任何喜欢上你这个房子 想申请你这个房子上的人 你不给其他房东机会 你一定拿到他的申请 那相对这些来说呢 就算是你前面可能说 有十齐类人我不会租的 你会错掉一些好房客 但是你如果这些都做好了呢 你有更多的池塘选 你有更多的鱼去选 你能选到更好的房客的 因为对于我们做房东来说 房客真的能够决定 你的收益率有多少 真的能够决定你的幸福 所以你在给钥匙 给这房客之前呢 你真的要好好的挑选 选到一个好的房客 最好的房客住进去 好 举止说房产 这是这一期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希望我非常的对你有帮助 对你有帮助